大陸甲級足球聯賽近旅北控燕京隊來台一地訓練 而這是對岸的職業足球隊頭一回來到台灣來一訓 除了和國內的球隊進行友誼賽 也鼓勵台灣的小將西進挑戰大陸足球聯賽 團隊合作 訓練有數 身穿白色球衣的北控燕京來自大陸甲級足球聯賽 這是對岸職業足團頭一回到台灣東訓 球隊除了洋將沒有帶來 其他一軍球員全部到齊 所有的環境氣候也是非常不錯的 兩岸之間要多交流的話 互相提高我們的友誼 也是通過足球 也是讓台灣這邊的足球提高 也是有幫助 由於台灣和北京相比天氣軟和許多 練球跟生活方便 球團非常滿意東訓成果 只是照訪寶島台灣 對大陸球員來講 最大挑戰可是在球場外頭 吃了 非常好吃 但是我覺得東訓期間要控制一下 北控這趟來台也選擇以賽代訓 除了調整球隊 同樣開創台灣球員踢球機會 小快靈的這種應該是台灣人的一個特點吧 非常快 腳下也非常快 而且態度也好 如果他們在 如果這些小孩從再小的時候開始 系統的培養的話 可能是對他們的幫助是更好的 台北市立大學前鋒 柯玉婷過去曾經參加對岸測試 儘管沒有被選上 但是他沒有氣餒 決定再接再厲 興趣可以跟工作結合當然是最好的事 然後我覺得現在就有一個目標 就是去踢球 隨地陸陸續續就很多人要去測試 對 就一個感覺 就這樣我們去測試對台灣以後 未來的足球也好 台灣足球沒有職業化 金字塔頂端始終缺了一腳 不過生命總會找到出路 國內小將勇敢登陸 創造屬於自己的臨門一腳 UDN TV 甘邦見楊玉馨 台北報導